六岁的时候 留给你的记忆 最深刻的是什么画面 就是从体操转到跳水 我不会游泳 我非常怕水 然后就非常抗拒下水 就一是抗拒下水 然后又我需要跟父母告别 然后我一个人去参加训练 就这两点是让我非常抗拒的点 十一岁的语气是个什么样子 十一岁的时候 就是要学动作的那个阶段 一样也是就每天担惊受怕的 因为学动作的时候 你没有空中感觉 你没有办法预测心态有多高 你对这个空间感不熟悉 包括你对这个动作不熟悉 你可能会因为紧张 或者你因为没有感觉 就是动作发生走样 然后你就可能会被水拍到 就是我们正常是直着下去 垂直久熟固于水面 你可能跟水面是平行的这么下去 拍到以后十一岁拍下来 我们小的时候也学过一点跳水 然后就去打杯 对 啪一下 痛得要死 对对对 十一岁下来是真的会 就拍书内上 我们就拍吐血了 你自己这种也拍到过的 经常拍 就真的会被拍 到16岁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对水有一种清净感 到16岁的时候 就是慢慢发现 其实这么多年过来以后 就是会发现跳水就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就是我对它不只说跳水是我的职业 或者说我只单纯的热爱 更多的是对跳水一种感情了 在那次分享当中 你还跟大家讲了 你最喜欢的三个人生的关键词 就是梦想 坚持和热爱 虽然你很年轻 我觉得能够提出这个三个关键词 就是说明 其实你对自己的事业 对人生有 非常独特的看法 你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这个三个关键词对你的今天的成功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先说梦想 对 首先梦想就确实 人家梦想 就首先要敢想 你想都不敢想的话 你怎么会有这个目标呢 就确实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这样的目标 然后去一直推动着你往前走 然后去实现这个目标 坚持 然后对 接下来就是坚持 你在这一路上 你去实现这个梦想道路上 肯定会遇到非常多的阻碍也好 困难也好 就各方面都会有一些 你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你怎么在这条路上 能朝着这个梦想 你朝着这个目标去越过这些阻碍 然后去不断地坚持 直到自己达成这个目标吧 最后说热爱 对 热爱就是 如果说你只有梦想 只有坚持 没有热爱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这么有毅力 像我到现在 从事了十三年的跳水 如果说我不热爱跳水 我自己不喜欢 我是做不到的 准备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